郭文貴議員 他說這個兩岸的關係沒有和平的話 我們下一代那就沒有幸福 這句話絕對是真切的 那這句話當中啊 我們希望說大陸能夠釋出這個善意 我們馬總統都已經講出來了 兩岸沒有和平 我們的下一代 這個下一代不是只有台灣的下一代 沒有幸福也絕對不是只有台灣 台灣的下一代沒有幸福 包含大陸的下一代都沒有幸福 包含大陸的下一代都沒有安全 所以昨天講這句話 我們希望加上幾個字 如果台灣兩岸之間沒有這個和平的話 兩岸就沒有安全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大陸也能夠釋出善意 昨天也看到這個大陸參謀總長 那個氣血那一種霸氣啊 就像以前我們郝伯村那一種霸氣一樣 郝伯村院長那種霸氣一樣 跟美國在談的時候啊 提到導彈的問題 提到美國那麼這個金獸的這個問題 他講那些話到底是對美國講給美國聽 還是真正對台灣的這種關係 這種這個關係 與台灣的這個關係 但不管怎麼樣子 我們希望大陸釋出善意 從一般民間的經濟投資 到國防安全的部分裡面 都能夠釋出善意 大陸如果真正能夠釋出善意的話 兩岸絕對可以和平 我們在這個地方 真的希望我們馬總統講的話 這個大陸也能夠重視 我們馬總統的講話的真替 那麼在這個地方 他講的意思 台灣沒有和平 下一代就沒有幸福沒有安全 這個話不只講給台灣的人民聽 也是講給大陸當局聽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忍視下來 兩岸沒有什麼不可談的 只要大家和平 我相信兩岸的未來 是充滿了前景 充滿著希望 謝謝